有一首诗,看过的人都会做噩梦,传言说,茅台大厦是贵阳出名的鬼楼,一到晚上,四周的大楼都灯火通明,唯独它一片漆黑,看上去非常恐怖。 午夜过后,一走进大厦,幽怨凄惨的哭声就在耳边萦绕,楼道里的灯光忽明忽暗,让人心惊胆战。 六月十九日,网友星夏花仙阿飘在灵音岛里发帖,讲述十八日晚上他和朋友,夜探茅台大厦的经过,我听人说,这幢楼以前还有人住,后来好像有人见到鬼。 还有别的诡异事件,住户就都搬走了,这个传言让星夏花仙阿飘觉得很刺激,就跟朋友一起,去茅台大厦查探究竟,由于进入大楼的通道被封闭了,星夏花仙阿飘和朋友没能,进入大厦内部。 但他说,在进入大楼的电梯口,发现了一首刻在墙壁上的诗,天上打雷打得饿,一雷打到他胸壳。 奇怪王雪来打你,哪个叫你贬多? 据Sing夏花仙阿飘称,这首诗课的位置很高,不容易发现。 但只要看到的人,无意例外都做了噩梦,由于Sing夏花仙阿飘没能进入大厦里面,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闹鬼。 不过,一个名为我是谁的网友称,他和鬼楼以前的住户聊过。 那个司机告诉我,他以前就住在那幢楼里,半年前的某天晚上,楼顶的一间房间,再次响起了凄惨的哭声。 几个胆子大的男人,就去了那间哭泣的房间,透过窗户,看到里面有个穿着白色睡衣的影子,静止飘了过来,他们几个人像疯了一样一哄而散。 经过那晚,楼里住的就只剩两家了,确实有这件事,那幢楼以前死过一个女人,还是怀孕的。 零音岛网友Marborough声称自己知道,茅台大厦闹鬼的内情,如果大厦里真的死过一个女人,会不会就是刻在电梯口,的诗里提到的王雪。 大厦闹鬼,是不是因此而起,网友们纷纷猜测,对于闹鬼一世,网友们众说纷纭,有人相信,也有人说,茅台大厦只是一幢烂尾楼,从来没人住过。 请订阅并发布通知,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。 欢迎评论并分享您的经历。